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女人拳的泳春拳 她的一大特点就是大松小柔 集中意念才能全力出击 所以放松是学习泳春的一大原则 而这一原则就体现在泳春的脚下功夫 圈脚当中 圈脚不仅让人保持放松 也能帮助习舞者轻松地转换姿势 能够让人在不暴露异度的情况之下 大幅度地移动为止 周师傅好 杨子好 周师傅 今天我们要来学习圈脚 但是呢 圈脚 我听起来好像是很可爱的名字 对啊 就是花圈圈的脚 就是花圈圈 左圈圈 右圈圈 那这感觉好像很多足球运动当中 也是花圈圈 然后挡住对方的球一样 就这么简单吗 你说起来这个 真的 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给你 好 你知道曼联这个球队吗 我知道 英国这个曼联球队 以前有前锋叫夏夏 夏夏 夏夏 欧姆基拉 他这个是很有名的 他有一次来到香港这个时候 我要教他这个泳春 你教他泳春 对 这个时候有一个主持人说 今天有什么泳春呢 可以跟猪球连起来 对啊 想想 有 马上 一 二 三 有好像踢猪球这个 广东话叫插发 插发 但是就是圈脚 圈脚 就是圈脚这个动作 就是跟他一模一样 是的 然后呢 这个他也就起来 就 哦 我的天 原来就是 原来武术也可以放在这个猪球里面 也可以用到这个地方 还有呢 有一个关于电影的 很久以前这个是叶文一 然后有一天的红金宝 问有什么那个马步 可以演练出来 像泳春拳很有特点的 我就想 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圈脚 要出来 一 二 三 出来 然后拍出来这个时候 镜头也蛮不错的 哦 一下子更有感觉了 对 所以这个圈脚看起来也好看 是 但是用防守呢 尽功呢也可以用到 所以今天我试一下 圈脚这个动作 好 练武者两膝微躯 脚前掌倾心踢地 后脚跟离地 转动膝关节 脚做打圈动作 即为圈脚 通过做圈脚 除了使习武者心平气和 也能提升身体平衡力 令膝盖较为灵活 同时圈脚也极好地体现了 中华文化的天人地方的智慧 我们是进还有腿 进攻还有防守 都是一样做法 好 先概念是这个腿系往前面 划圈圈 划圈圈 是要贴着地吗 对 贴着地 轻轻地划 轻轻划圈 划 好 换那个脚 好 一 二 感觉 很放松的感觉 对 有点像小个探戈 对啊 好像舞蹈中 回来 好 换一遍 二 回来 三 回来 三 回来 圈腿是女孩子最喜欢做这个动作 我教很多女孩子 动作好看 第一好看 第二可以练这个臀大肌 臀大肌 臀大肌 还有这个小腿 还有四头肌都可以练到 把这个腿收起来 很多女孩子去健身房 就是为了要把这里的肌肉 给它收起来 对 看着非常的那个好看 对 所以现在我们先练一 最简单的一个 一 二 二 三 三 从外面出来 三 四 四 就做到了吗 好 又回去 一 反方向 一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好 写个四 现在有点力量 好 往后一步 小步 好 准备好 一 师傅的摩擦力有点大 好 回来 二 二 二 回来 三 三 回来 师傅是要一直贴着地对不对 是 对 回来 好 结果会了吗 会了 会了 好 圆空这种小 悬空的 对 一 悬空是要反方向 对 一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好 往外 一 一 二 二 二 三 三 四 好 看见这个腿 说起来一定要这个概念 很多时候呢 花圈这个时候 最容易挫的地方 是什么了 镜头前面这个观众也是一样 很多时候呢 挫的地方是 往这个腿第一个方向 是往外踢 回来 就错了 不就是这样吗 不是啊 这个圈圈是往身体 四十五度角 一 哦 从四十五度角的侧方 然后一画一个圈再回来 画圆了 画圆 哦 知道了 这个圈圈要大一点点 圈要大一点 对不对 明白 不要太小 我们再来一遍了 好 圆空的 好 一 一 对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四 做好身体平衡 好 一 一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好 腿往后一 往后一小一步 好 圈脚 一 一 好 回来 嗯 二 回来 三 其实要提醒大家 再加入 我选择做这个动作啊 尽量不要找那种地毯特别摩擦力大的地方 还有要穿鞋 哦 一定要穿鞋 对 穿鞋会比较好 为什么呢 如果不穿鞋 摸这个脚呢会起水泡 会起水泡 会起水泡 而且会很痛感觉 以前我练这个时候就去没有穿鞋 这个时候就练了一段时间这个脚 全都是水泡 全都是水泡 就起了水泡 剪了一处 好 那现在开始了 好 刚刚我是往前面走嘛 对 好 现在是五 往后 后脚是 往后退 往后退 一 一 二 好 是往我们的斜后方的 对 好 我们做一遍 好 两个往后的 一 一 二 好 往前一 一 二 这个连起来可能会顺一点 好 往后 一 二 往前一 一 二 好 啊 对 把手放在这个 放在腹部 放在腹部 这个地方 好 现在我们做一遍 好 刚刚是慢的 现在我们可以快一点 好 一二三 一 一 二 一 往后扣 三 三 四 好 再来 一 二 三 四 好 熟能生巧 多练一下就找到感觉了 对 还有叫速度 速度要快 速度要快 全空的 但是在地上面是 往最后一点 停下来 地上的话 那一下要定住 对 而且师傅其实圈脚这个动作 我发现其实它不仅够 不仅能够锻炼到我们这些固定的这些特定的肌肉群 其实这么来回晃一晃 我觉得浑身这个腿部其实都有训练到的感觉 对 可以训练小腿 小腿 大腿 这两个地方是练得比较多 集中训练的地方 对 好 今天学到了 谢谢师傅 好吧 杨子 今天学了这个圈脚 是的 现在又是重要的时刻来了 考核 对 所以现在我跟你做三遍这个动作 好 好 行不行 好的 来吧 师傅 好 先圈腿 我们是前后部这个 前后部 好 手 再腹部 好 准备好 圈一点 一 二 往后退 一 一 二 好 停下来再说 套酒去去了 一 二 往前 一 二 好 第一个 考核这点 好 好 第二个 是悬空的 好 一 一 二 二 三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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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快一点 好 一 二 三 四 四 好 再来 一 往外 第二个动作 好 今天呢 给你这个考核了 有点便了 大概是 大概 如果是给你 刚刚好吧 六十多吧 六十九吧 我知道了 不是 不是 刚刚很多女孩去学这个动作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大腿肌肉了 还有臀肌肉了 还不够强 是 所以呢 现在我们要练多一点点这个时候了 结果是练起了这个时候 感觉很简单很容易 但是有个真的要练得好这个时候 要发一点点功夫 但是今天你是练第一趟训练了 也就很不错的了 但是六十多分吧 六十九吧 好啦 其实我知道是五十九了 老师只是不敢说 六十九吧 谢谢师傅 就是接下来呢 我会多多的练习这个动作 大陆天吧 我的肌肉其实通过训练 它可能锻炼得更好的时候 做出来就不会这么摇摇晃晃 最主要是身体重心不要摇晃 不要摇晃 摇晃 就是直线就可以了 明白了 受效了 谢谢师傅 好的 原来功夫呢 在足球领域也可以运用得到这个动作 比如像这个电影《功夫足球》当中 也有这种画圈的方式 然后呢巧妙地把这个球 踢到这个对方的球门 其实让我想到 在生活当中 也是这个道理呀 你想师傅说 用画圈的方式 就是强妙地破对方的这一招 所以在生活当中 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 可能我们盲目地直接 盲目一击 反而容易被对方抓住 而且可能 效果不是特别好 没有回旋的余地 但用画圈的方式 强妙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诶 这就是聪明的处事之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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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